哈囉大家好 喜歡我的頻道 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好久沒有講這個開場白了 好 那我們調查一下 OK 好 我們這時候可以去那個劍爐 或是劍爐 應該有東西了吧 欸 有 欸 等等 啊為什麼不能衝過去 欸 為什麼不行 有BOSS 欸 甩幻 這裡有什麼 喔喔喔喔喔 他不是他不是小boss 拉幾隻啊五隻是不是 好痛 萬里龍亭之間 這麼吵 這什麼 這麼吵 等下等下等下 等下等下 這個很強 這比剛那個強多了 他會追我 我就是要凹一尼 這招不能躲 快跑快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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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打阿明哥幾年 哦 好 跑跑跑跑 好 好 一二隻 快 快快快 這應該最後一隻吧 好 跑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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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害阻害 看我心跳跳很快了嗎 嚇我跳我還是菊花劍欸 菊中劍 你這個菊花劍 他出招好快喔 我可不得 立香學功菊中劍 啊 就不想吃药 你的鼠搶在前面了 瞎说什么 这片山头是俺们猪人的 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个事 嗯 可是我听到的消息都是那样讲的 魏公 他们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待这儿啊 怎么回事 这些鼠啊 说这来是什么倦的地方 弄不吼啊 是想留下来骗池骗河 说什么啊 你这土包子 你耍谁土包子 都别吵了 我的主人是名为北洛的大妖 这里是他的地盘 怎么会呢 我还特地去问过杨萍的猫妖 我没必要骗你们 说了这样就是这样 让他们留下吧 主人 彭哥 我怕 别怕 我 我听说 有些大妖也是很讲道理的 大人 您 认识殷石君吗 这可真是太好了 他果然在这儿 那我们 能留下来 哼 要在这儿过日子 可得好好干活 不能吃白食 干活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多的是力气 都跟我过来 ok 很多老鼠 诶 很多黄金飞天鼠 五行 深刻 好大的一家子三 ok 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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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给您 我们下班 跟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有点有点 我们下班 有时甚至会死去 但大多时候尚能保命 可自作 对你们而言 应当是从昨天夜里开始 机灵族已是死伤过半 有更强大的魔进到了梦里 不知如此 有人在指引魔族 是一些不能人鱼 眼中浑浊 姿态很像野兽的人 他们指引着魔罩到寄灵族 甚至连他们自己 都有可能被魔杀死 但这些人似乎并无太多神智 也不在意自身的伤亡 谷考慧 是谷考慧那些变得 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武昭又在文化上了 你说的是 远古 皇帝时的不足 我明白了 先前领道长他们来梦中褪魔 也唤醒了一些愚重 据说杨平城内行转的人 越来越多 明明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 我却依然觉得不安 你说的乌赵与萱原氏有仇 那么这就是一场 跨越了数千年的复仇 如今想来 事情并非快要结束 或许才是刚刚开始 什么意思 之后我要重开 通往惊天轮的路 带一些族人进入其中 去弄清楚这一切 你是说那边 那后面有些什么 另一个梦 你们也来了 风组长 这趟出去 我们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都带回来了 北部殿下 我恐怕不能再搞过你了 你会成为强大无比的敌心 就算我没法亲眼看见的一天 也会在心里为你欺负 刚才 有什么 你忽然看到了一些奇异的景象是吗 激灵族本身是不会做梦的 但因为一直身在梦中 加上特意的修行之法 我们早已和梦境融为一体 或者说 激灵族就是梦的一部分 这些碎经 承载了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的梦 其中残留的意念 连我们也无法亏看 可是据说 如果有谁同原来的那个梦境主人 拥有血脉或是神魂之连 就有可能通过碎经 看到其中的梦境 是梦还是回忆 梦 亦会回忆 谁又说得清呢 而想要杀我的 正是避嫌 原因 谁知道呢 也只有些模模糊糊的影响 王辟邪流落人间 本就灵魂 想来这几天 是有不分平常的影响 我们绕一圈 走 是 是 是 在不快的流过碎经里面 我好像看过什么 你有青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好多只 你们杀死了这些怪物 那应该就不是一伙的 你在这儿做什么 还在四处探查 我 我想离开杨平 可城门那边根本出不去 我就想进山找找 有没有其他路 我要把这东西 送去一个叫做摇曳湾的地方 你从哪里得来的 是一位大哥 他和那些怪物同归于尽了 死之前他说 自己会变成一种发光的石头 如果有机会 就替他把这个带去摇曳湾 我不知道那是哪里 我只是想试试 最近杨平城里 还有别的事吗 上回来了几个带兵刃的人 看起来很厉害 他们其中一个告诉我 这是在做梦 得想办法醒过来 当时我是不信的 现在 我倒宁可信了 那这几天 你没再见到那些人 也是有的 可我不敢去找他们 我曾经无意间看到过有只怪物 把一个人杀了 然后变成了那个人的模样 他们好像可以随意变来变去 总之 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杨平城里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带你去摇曳湾吧 你认识鹿 太好了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 是不是重要 后来在路上还看到过两块 就都拾了起来 小心 这就是祭司说的 去无知国的法子 应该是 我还是不信 就算找到了那个无知国 又有什么办法能救我们代祖 八十年前去了那里的夫人 不也一直没回来吗 也许他们遇上了什么困难 也许他们没能打动巫阻 别再说这种不敬的话 怎么样了 左手还有些疼 但骨头没断 这里 应该是某个海底洞穴 不知道涨潮的时候会怎样 我们得想办法 回到地面上 必须尽快 不然记音他 被带走了 追 我怎么要换个人人物了 ok 都一直走就好了吧 这里有怪物被基因引过来了 是妖还是什么野兽 小姐姐你好正 小姐姐 小姐姐你怎么上去了 太黑了 根本跑不快 真的蛮黑的 我是要往后走吗 不用 我现在北洛了吧 这个跑步姿势很北洛啊 待会再走那 打 tens告 摁 哈哈 拿木棍是吧 哦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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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能閃欸 好 可以可以可以 欸 我招式不一樣 他招式的順序不一樣 啊 還好 沒受傷 天涵 你這是什麼武技 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還有這個 會發光的珠子 我也說不清 想不起來了 怎麼會 繼續往前吧 至少我可以保護你和姬爺 你這是幹嘛 有東西 眼下又感覺不到啊 好險好險 差一點就 對內衛可真是不能大意 不過 這也許是個機會 萬一我走了大運 能把他的魂魄給吞了 我們已經很接近烏之國了 甚至 就在烏之國的某個地方 你怎麼知道 我認得石頭上的話 族裡那些從烏之國 帶回來的珍寶上面 有時候會有一樣的 祭司說得對 飛上天空 穿越風暴 就有可能見到巫祖 基因 基因 基因也許有救了 我在想 為什麼只要遇上沒辦法的事 人就會祈求神明 即使烏之國的人也只是 所有人能石頭伸 Future 你長伸? 有時候把他們說還是給你 你就可以看到 射宿跟著人 射宿跟著人 那可? 你剛才說的 大概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強吧 你我都是戰士 聽殺起來從不怕死 可那又怎麼樣呢 我們救不了記憶 也救不了其他族人 這種時候有個念想 真神也好 假神也好 只要在那裡 就觉得寒有盼头 我不小心这些 天海 永远也不会心 神也好 什么也好 我只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强到不用依靠任何人 我来守着 你睡一会儿 基因也该吃点东西了 好 太可怜了 他还这么小 可怜的又何止是他 整个袋祖都 想到让他们出来的法子了吗 你知道 好好求我的话 说不定我会告诉你 要不要赌一把 怎么 到现在 还摆出这副样子 这天底下 有谁不曾遮遥 偏你云无月 就高高在上 不忍俗尘了 你说得对 天底下谁人不遮阳 毕竟天外还更有天 但是让我遮阳 你还不配 云无月 看不起我 你凭什么 不过是个连声音都没有的眼 就算跟辟邪在一起 污秽 始终是污秽 我明白了 我们把人当作食物 辟邪也可以把我们给吞了 你和他 又怎么会是一条心 到头来所谓的情意 也不过如此 难怪我让你求我 你连事都不施一下 我只是确定 你并不知晓如何破除这个法术 这些碎金的确被某种力量所改变 却远非你能做到 是污秽 我没料想你和他到了一处 是他让你来扰乱我 我可不会听命于任何人 但能令你不快 也算一百万一则 我做了一个梦 很奇怪 我梦见自己和一群人 都拿着木头做的东西在比划 可那些又不是棍子 用起来 有点像我刚刚杀怪物是那样 周围的屋子很好 那么好的屋子 就算是在最富有的异离族 我也没见过 我们几个身上穿的衣服也很好 说不出是用什么做的 那些人喊我师 对了师兄 这又是什么意思 要是祭司在这儿或许能明白 不过 听起来也不像是凶赵 小心 不用怕 我在哪里见过 开打 开打 找到了 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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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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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愿 再过来 老鸡跟你们拼命了 去叫什么 来吧 来吧 痛一点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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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别哭 别哭啊 笔墓 我不是什么笔墓 刘兄 我是刘兄啊 说了你也不知道 你根本 我知道 先前 我还跟你一起看绥静来着 你 你也 那我们现在时 我怎么 怎么变成了个姑娘 还有这孩子 我们正在别人的梦里 什么梦啊 为什么好端端的 会跑到梦里来 之前在杨平的时候 那人也说我在做梦 你先冷静下来 师姐 我怎么冷静 又不是你变成了女的 好吧 好吧 我 你说的我都不相信 可不信又能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 就算是在梦中之梦里了 我 既然杨平大多数人都没事 我也就安心了 原来 先前的杨平 只是我自己的吗 有血脉或是神魂之帘 才可能看到碎精里的东西 难道我家祖上和戴祖 你回想看看 家里可有发生过什么怪事 怪事 你是指戴祖的病 不是病 是一种特殊的体质 我们进入这个梦境的时间 有点诡异 未必就在开头 但我可以感觉到 戴祖留下的一些意念 他们这一族 很容易被其他力量所侵染 侵染 不太恰当地说 就好像同时遇见了伤风的人 有的人 特别容易被过到病气 基因的祖父 曾被遇罗咬伤 那不是什么厉害的妖兽 但他的血肉 却对其他妖兽大有好处 基因他们这一支 也就招来了天大的祸食 你 你是说 他们的体质 被那种妖兽所改变 会吸引别的妖兽来猎食 对 这也太倒霉了吧 倒不全是这样差 戴祖人如果触及了一些强大的灵力 就有可能变成厉害的战士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的血脉始终还能延续下来 那他们虽然同是一族 每家每户却很不一样 大多还是和常人无异 这种事又不可能天天遇上 就算因为各种缘由 接触到了其他灵力 也未必能够得到 古时生活艰辛 这种体质对戴祖而言 祸福皆有 所以虽然祸食居多 他们也一直没能下定决心改变 即使想改 也束手无策 但是基因这一支 就特别倒霉 他们在族中 又是身份尊贵 祭司就不得不让族里的战士 来寻找巫族 八十年前就来过一次 当时戴祖的守护圣物丢失了 全族的处境 每况愈下 那个时候 基因还没出生 到现在他们家几乎死绝了 只剩下他一个 我想起来了 刘家祖上的确遇到过几庄怪事 被记了下来 但是都不太严重 传到我们这一辈 也不知该不该信了 我当初啊 还是看了那些 才开始写神怪故事的 不严重 大概是因为血脉 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那往后 寻着梦境走下去 好 听你的 这孩子 戴上吧 他应该是梦里原本就有的 后面指不定还会遇上什么事 万一真的见到巫族了呢 这孩子 这么看着也太可怜了 你先前是从哪里下来的 我们干嘛不按远路回去 不走那边了 平稳一点 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怕就怕 一直困在这儿 我 我这身体 总不能就这样了吧 我现在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得好 那你就活着记忆 别想看 有我在 我们都能活着出去 地底下也有这种大怪兽 跟我们乘过的那只很像哎 是 应该都是被乌之国伴血染的 乌之国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古时候的人 未免也太强了吧 以后 我一定要把这些写进我的故事里 快走 快走 对 没有 yep 轮廓 有 cima 正 不可能会出现你在杨平梦境中见到过的魔 陷阱 走了这么久都接近地面了吧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出口 这地方真让人毛不悚然 追过来了 魔一直在追我们 比起地洞里的怪物 他们才是真的危险 来的不少 等会儿如果被围住 你一定要 这是之前 快 你跟着他走 我去拦住那些魔 什么 你一个人 我 不要多说 你在 我反而容易分心 好吧 你多小心 好吧 你多小心 我又不是真的带走人 难道 难道 你们杀死在这里 早该变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没有路了 上面的是 怎么回事 这 这是哪里 出来了吗 有什么 有什么话你尽管问 我不是坏人 你没事 你便回来了 带族人 你也是带族的 这到底是哪儿 莫非真的到了巫之国 从这永生之皇出去 的确就是巫之国 赢了放你们走 这老乡见老乡的 没必要打打杀杀吧 万希 你是八十年前 来寻找巫之国的 战士头领万希 既然这样 更没必要打了 我们的目的 不是一样的吗 太弱 出去也是死 没躲到那招 没躲到那招 我这样好被 不要 一 可以了 快成功了 忍耐一下 可以 啊 好 好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走了 保重性命 哎 早说不用打来打去的 那你快跟我们讲一讲 巫之国的事啊 你们当初见到巫祖了吗 为什么不回祖里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守渊人 没有办法离开 永生之皇和罪渊 什么意思啊 这里是巫之国罪渊的入口 我们会杀死从里面逃出来的人 就是 刚刚上来的那个地方 好好的干嘛做这个 是巫祖让你做的 这 是贪心的惩罚 八十年前 当我们从罪渊里出来的时候 看见了那瓶不老药 我们以为这是巫祖的恩赐 但是这瓶药 却不能被代理永生之皇 我们担心走出去后 再也无法回头 内心深处 又有着对代祖体质的恐惧 希望这药 可以治愈一切 也有几位战士觉得 这大概是巫祖的考验 考验我们是不是足够虔诚 后来 两边争吵了起来 他们愤怒地离开了 留下来的战士 约定每个人都喝上一口药 这药是真的 也可以说是真的 我们家也得了 伍下以后 我们就和巫之国结成了某种契约 也得到了他们留在这里的一些意念 可是 再也无法离开了 我们确实不会衰老 不知冷暖 身上的血不再流动 如果 这样也算永生 至少可以活很久很久吧 我们曾经试着互相杀死对方 但是都失败了 那你们也不用吃东西吗 吃 有时会去罪渊吸食活人的血肉 谁也不想这样 可一旦饿起来 根本管不住自己的身体 连神志都不清醒了 罪渊 哪里有活人 只是认不出来 你是说那些没有眼睛的 吴之明都很长命 只要不受重伤 恢复得也很快 他们有些人被放逐到下面 甚至还能留下后代 在那么昏暗的地方 慢慢的眼睛也就变眉了 这 吴之国的人到底 吴之明从生下来就有很强的灵力 据说是来自天上星辰的赐予 他们对罪人的惩罚非常重 罪人会沦为人生 鲜血里的灵力被统统抽掉 攻往别处 吴之国要用到力量的地方很多 这实在是 因为太过痛苦 有的人不愿意做人生 就会被放逐到最远 你们这样 也算是人生吗 你背后的 这些人生的灵力 毕竟我们没有无知血 不过不管是人生还是永生 都只是他们给予罪人的刑罚罢了 你们走吧 从罪冤是不可能回到待祖的 你们只能去外面 外面是什么样子 这些年来没有人从那边到过这里 永生之皇好像被遗忘了一样 从罪冤里爬出来的倒是有一个 可他已经连话都不会说了 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真正的 乌之明和乌之国是什么样的 但出去以后一定也是凶陷重重 保重 我们待祖长久以来 信奉的究竟是什么 你们带着的这个孩子 他 他他该不会就是 你看那个脸 那个脸就是旁边这个人啊 就旁边这个人啊 是吧 感觉是啊 不觉得是耶 应该是他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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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感觉是 走了 我们今天应该到这边就好了 赤儿永生 所以这个boss只要抓住他的攻击方式 其实非常好打 就像刚才我做过的打法一样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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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皇 怎么进不去了 我们走 应该是没办法再回头了 好 那今天这集先到这边了 好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这个就是我IG FB还有推计 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 古剑奇弹三的游戏故事剧情内容啦 好 就是这样子吧 感谢观看